会跳舞的房子 药店里的奶茶 摄影师为什么天天泡在街区里疯狂拍照 时尚外滩 新颖极势 上海的魔幻魅力 你有知道多少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感受街区魅力 品鉴都市风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 特别报道中国魅力街区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 我们还专门请到了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烨 跟我们一块来感受上海街区的魅力 来刘烨欢迎你 你好云南老师 大家好 我觉得能够在这儿跟您相见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浦江两岸的美景净收我们的眼底 对呀 所以呢其实来到上海啊 上海的建筑可阅读 街区一漫步 特色的街区呢 能够带你不一样的城市文化新体验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 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 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 虽然长度不长 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也有几百米吧 差不多 差不多不长 五百米左右的距离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五百米 全是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 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 身后的上海地标 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南京路始于1851年 是上海开部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 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 被称为建口商品的橱窗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 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坡 你抬头看一下 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 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 仅存的 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 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扇了很多衣服 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 晾衣服 你跟他会困手 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 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是啊 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 这种湿惊味道又出来了 1999年9月 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 全长1033米 2020年9月 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 构建其外探与南京路步行街 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 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 看到对面的普通改革开放 大家觉得心旷神移 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 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阶的文化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 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 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 在这里美妙地融合 并不显得突兀 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子号 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 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AI逛街 有MAP方面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那是通过一个APP是吗 对 您看 这个是什么APP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 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你就点一下 点它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 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 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 领取一些优惠券 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 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 玩什么呢 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 其实都会在这个APP上出现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确实是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 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 因为在那个里面的包罗万象 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 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 一走进去南北或齐全 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 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 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 逐渐成为郁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大白兔奶糖 这个是改良的大白兔 我长大了 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 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小的 对对对 这个包装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食品店里面 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 贝蕾上的那种味道 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式的那种 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那种记忆 是的 你看它现在整体的规划都非常的好 它按区域 按品类来分 特别的清楚 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 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 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 哎呀 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 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 吃的是老子号的美食 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 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 但同时还有新光彩 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断的提升工程 围绕世界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 定位为新品手绣 手发地 网红打卡地 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 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 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 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 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体制转型 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 就会有全新体验 这个靳博集市有特色 当然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 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 在这还可以买到靳博会的好物 它长期都在的 对吧 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靳博集市是上海靳博会 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 在靳博集市里 你能看到靳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确实太胖了 对 你就来到这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 对 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然后它有它的灯 包括土耳其的很多的商品 都是它的特色 南京路的国际发尔海体 像在这些旗舰店 甚至是全球旗舰店 这是华为在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五千平方米 全球面积最大 光门店的服务人员就有近两百人 步行街的改造 更新区域空间 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 增加区域厚度 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 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 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 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 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 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 引入了很多新品 开设了很多手店 旗舰店 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液态模式创新 上海外滩谁都知道 但您听说过这里有一栋建筑会跳舞吗 据说现在有不少人 等会前往那里打卡拍照 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这个复兴艺术中心 就是现代年轻人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它本身的你看 它那个造型就挺特别的 它在设计上其实也是一种中西合璧 既有中国元素的冠冕 同时也有西方元素的竖琴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会跳舞的房子 上海复兴艺术中心 坐落在外滩中山东二路上 空体由675根黄铜打造的流苏莲木包围 每到整点时间 整栋建筑的莲木会配合音乐进行转动 因此这里也成为年轻人追捕的热门网红打卡地 你看到吗 动了动了 而且音乐响起来了 听到声音了吧 对 所以会跳舞的房子 在这一刻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外滩金融中心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同样对时尚潮流的年轻人有着足够的吸引力 一处独特的夜市 平常可以开车间 休息时间必须换步行 这是什么操作呢 这里是外滩BFC风景夜市 就是周末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 这里都会搞主题性的这样的集市 所以呢就是整个感觉非常的好 很热啊我觉得 对啊太舒服了 轻松的音乐 微微的秋风 然后凉凉的饮料 我们坐在这儿惬意地聊天 给大家说着这些魅力街市 真的是太愉快了 对 来来来 干一杯 干杯 上海第一条周末夜间商业街 每到周末和假日里 连接商业中心和夜市间的这条马路会封闭起来 而在工作日里又能恢复往日的交通秩序 在外滩的核心区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创新模式 在文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文创产品 还有艺术品嘛 像这一家就是我很喜欢的 所以很想带您来看一下 这些雕塑礼品有很多都是限量版的 是艺术和商品的结合 每个礼品的设计 都有一些寓意和自身的一种表达在里面 这个也是特别为疫情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是一个护士的 然后它很妙的是 它这个小口罩是可以拿下来的 这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把这个小口罩 能够摘下 大家回归正常的这个生活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对对对 所以还是很棒的 这个伞的那个伞头 它也是有特别的这个设计 这个就是曲广泽老师 自己的特别有标志性的 一个伞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BFC外滩金融中心 就是在做着一种表达 让更多新潮时尚的年轻人 可以在这里有更加多元的体会 追求潮流 追求新品这些人 他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街区 发现每一期 每一个不同的品牌和不同品的商品 他们最新的体验和最新的一个生活里面倡导 时下年轻一代是新消费方式的簇拥者 随着这种需求的产生 有活力 新潮 有趣的商业街区不断崛起 而坐落于宝山环上大经济圈核心位置的经委会 就是这样一个好去处 这里定期会举行一些运动的赛事活动 最近是青少年篮球的3v3比赛 由于周边有很多学校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参与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是这家滑板店老板 每天都会和客人重复的 我们想打招说 很多年轻人可以到线下来一块去聚会 在我们这边一块玩滑板 交流 切磋 来这里的平常有很多 都是深度滑板爱好者 这里更像是一个大家交流沟通的平台 不过同时也面向一些新手玩家 这里还有一家不同寻常的理发店 只为男士服务很是稀奇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理发店呢 男士其实也是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发泄的一个口的 所以说我们会有这样的 你看到很多啤酒 第一点我觉得啤酒跟理发修面 它是一个最能让人放松的一个过程 专门为男士提供理发修面等服务 这种起源于美国的理容店 近些年逐渐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 这里典型发型是由头 在老板看来 这不但是一个理发店 也是一个专门为男士们提供社交的休闲场所 经委会致力于打造极科技 亲子体验购物餐饮 休闲为一体的创新乐活生长性的乐园商业 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 引进一些国际潮流品牌进驻 填补了个性化群体的需求空白 更好的满足现在消费升级的这样的需要 另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文化旅游特色的打造 能够实现以商新闻 以文促旅 实现这样商旅文融合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里边太热闹了 这个预言商圈呢 实际上是起源于老城隍庙的 是吧 那么在历史上呢 这里就是庙市和集贸市场 我觉得在上海真是特别难得 能找到这样一块地方 是这种古典园林风格的 没错 而且呢我觉得我每次来预言 都会有那种新的感觉 预言是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由明代四川不正史攀允端所建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清家庆道光年间 上海商业发展较快 一些商业行会在预言设立公所 作为祭祀开会设宴有赏之处 解放后 预言得到妥善保护 1956年经过上海民用设计院 同济大学建筑专家以及能工巧匠 对预言进行了全面修复 历史五年投资上百万元进行修复 来预言灯光表演是不可错过的 在九曲桥广场上用传统彩灯艺术 呈现颇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与经典建筑 上海的东方明珠 南京的秦桓河 苏州的昆渠 庞州的西湖 安徽黄山的银客松等 都化为灯阻的元素 绚烂不是典雅 预就代表了安泰和随和 所以在这里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第一次来上海 你第一站要来的地方 我就推荐这儿 大家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 预言生成及民俗 风雅和海派文化于一身 演绎着外国人眼里的中国 中国人眼里的上海 上海人眼里的互相 上海特有的那种精致 那种小调调 就在这个点心里 就能体现出来了 好漂亮 中间这个就是九宫阁 其实也很受 现在年轻人的欢迎 这家1979年改建的 绿波郎餐厅 可谓十分出名 这里曾先后招待过 40多批外国元首级嘉宾 绿波郎以其精致的点心 而闻名 每道小点心都有一个精美的造型 形态非常逼真 口感细腻 味道来的也是恰到好处 现在的绿波郎 经过新的装修改造以后 不光是老上海人喜欢 新的年轻群体也非常热衷 来此打卡 我们一些菜品 就是比较 摄影年轻了的口味 跟摄影老年了 原先我们一个比较传统的饭店 那么也把它相继的一个集合 四百年历史的老育园 其实悄然发生着改变 接着刘烨带着我们走进了一家药店 说是要点一杯奶茶 这药店里还卖奶茶吗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一下它的菜单嘛 这是什么 你看安洁器 安洁典养生 你看甚至它家的配料 都是龟苓膏啊 奇亚籽 这杯女神胶原玫瑰鹿 是这家百年老号推出的新品 用适当的中药材 来替代常规奶茶种的成分 老子号的药店 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 南翔小龙 明明是小龙包 为什么店名会叫南翔馒头店呢 对 这个招牌其实让很多人都很困惑 馒头店 对啊 其实在就是 故语的方言里面 带馅的都叫馒头 菜馒头 肉馒头 那有人要问了 就是说 如果里边不带馅的 比如说甜口的 咸口的 那我们就叫 Demoodle Demoodle 都是这么叫的 所以其实小龙包 那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成果 但我们上海本地人 都叫 Sholomoodle 我们的主持人每次到上海 也都会特意来一趟 再寻找一下这熟悉的味道 南翔馒头店 始于1900年 2014年 上海南翔小龙制作技艺 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育圆的南翔馒头店 俨然已经成为上海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随着人们口味的变化 南翔馒头店又是如何经久不衰 始终受人们喜爱的呢 作为南翔馒头店第六代 非遗传承人的油玉米最有发言权 要求每个小笼包要包它形 然后要每个褶要一样长短 然后粗细一样 然后顶头还要薄 底还要厚 因为这样蒸出来的小笼包才不容易破 油玉米深有体会 精细化的管理是一方面 另外老子号的突破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肥显得更薄 就是从工艺上改良 然后又从口味上 现在人爱吃辣 我们会做香辣的 那个时候游客比较多 特别是国际游客 我们会做松茸的 然后这几年我们也会不断地出新 因为现在人讲究营养价值 我们会出黑松露的 育圆自2019年改造的育圆老街和天运楼之后 便焕发了新的光彩 过去只有三成上海本地人来游玩 现在的比例升至六成 成为游客也爱 本地人也喜欢的好剧统 这一片梧桐树下光影交织的百年街区 四南公馆真的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历史底蕴 而且我觉得还到处都散发着一种浪漫的气息 确实 因为它地处横幅历史风貌保护区 而且它所在的这个四南路也是上海落叶不扫 和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 所以就像您说的既有历史又很浪漫 四南公馆始建于1912年 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 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 是上海近代居住类建筑的集中地 柳亚子 曾浦 梅兰芳等社会名流 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在我们的整体运营过程当中 我们有个理念叫重现风貌重塑功能 重现风貌也就是说 把四南街区这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这样一个建筑 包括街区的形态 能够让它体现出原来的一些风格 然后在现在的运营过程当中 结合目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更多地赋予它的人文的一个内海 这里每栋建筑都像博物馆一样 算是上海的文艺客厅 现在这里算是艺术气息非常浓厚的街区 这个建筑太有味道了 是 是 就像您说的 它的这个味道体现在 它是整个四南公馆建筑群当中 最有艺术性的一栋建筑 而它这个艺术性呢 其实就体现它这个外廊式的建筑风格 你看它的上层和下层都是这样齐朗式的 所以也是有浓浓的这个法式的一个风情 拍到了 就还是蛮有感觉的 然后就很喜欢这边就是 就是马路上这种梧桐 感觉就很有氛围 为期三天的第五届 私南城市空间艺术 有近12组户外艺术表演团体 百名年轻艺术创作者 共计近70场的演出在私南公馆登场 这里浪漫艺术的氛围 让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感受到 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 有别样的一种体味 没错啊 我觉得 著名诗人曾在这租住过的话 那在这看书的味道肯定就不一样了 对 私南书局始建于1926年 是一栋三层带阁楼的法式花园洋房 1932年至1940年 著名诗人柳亚子及其家人 曾在这里居住 我们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工程的打理 把它营造成一个新海派的风格 私南书局里透着很多细节 在私南公馆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 到哪里都能让人感受到 我是周日央 然后是一名独立的插画师 然后呢 这是我的插画作品 这个是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插画形象 叫做《下摇女孩》 周日央是一名插画师 她今天的目的是要准备画展 这是她第一次来私南的石区画廊 私南公馆就是在我的记忆中 是一个就是美丽 然后优雅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它又跟青年的艺术家 保持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 爱艺术喜欢私南的人有很多 不过有一个人 一年当中要来上200多天 为什么摆来不厌 私南和他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因为这里梧桐树是最多的 所以你隔着梧桐树看到的光线 跟阴影是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以一个影像记录者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它是永远都在改变了 就你每一刻来拍 即使是站在同一个点位 也不会拍到同一张照片 所以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街区提出三个最 最上海 最时尚 最国际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品牌 把引领时尚潮流作为它转型升级的重要的一面 同时又把上海的海派文化 以商心事的这个商业的基因 体现的淋漓尽致 上海这座城市呢 集中展现了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 漫步在上海的魅力街区 你可以阅读建筑 体会城市的温度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历史人文 同时也有复古浪漫 所以阅读建筑 品味上海 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繁华的街区 浪漫的气息 让上海这座城市呢 永远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那无论你是走在闹市 还是在街巷弄堂 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 和精致城市的魅力 那上海在不失牢底色的情况下呢 是不断地谋求新发展 每天都在拥抱变革 向着更美好的未来 不断迈进 促消费 强市场 拉内需 助劳国际 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这里是央视财经消费主张 为您特别奉献 这里是西南重镇 山城 雾都 火锅之都 这里是三地魔幻之城 这里有全国示范步行街 每年的客流量超过上亿人次 这里有独特的西南风情和独特的饮食习惯 它们相互碰撞 相互交融 吸品巴鱼文化 感受千年老成 中国魅力街区将带您走进美丽山城 从重庆